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款账户竟然是晋云当地的一些商户 民警经过走访 这些商户表示并不知情 赌博网站设在境外 参赌人员竟然可以通过国内的第三方支付平台 进行充值和兑换赌资 警方调查发现 深圳凯因卡德公司存在重大嫌疑 他就整合这些第三方支付 然后冒用了很多商家 包括我们晋云的商家也以内 他们商家也不知道他是被盗用的 然后把这个明明是网络赌博的钱 把它包装成是正常交易 那让你们监管机构看起来 这个是正常的资金流水 深圳凯因卡德公司是一家没有支付牌照的公司 发展了北京鸿辉公司等渠道商 为网络赌博提供资金流转结算服务 从中非法获益 像北京鸿辉的渠道商 他要发展业务 要有资金流量 那么他会去找相关的这些平台 那么赌博平台他要走资金 他走不出来 也要找这个渠道商 所以就一盘即合 从2018年6月份开始 深圳凯因卡德公司为境内外100多个赌博平台 提供资金流转结算服务 其中日资金流量最高达5000万元 从2018年6月到案件侦破 这仅仅8个月时间里面 资金交易高达1600万余币 累计的金额高达33亿多元 在调查过程中 民警发现 银行工作人员也参与到了其中 这个钱我们最终都少不了要走银行 所以这个案子里面 就是我们这个银行的相关的工作人员 也被拉拢腐蚀 就是本来要监管 变成了猫鼠一家 就给他走过去了 这个呢 有具体的案子呢 我们还在侦查中 不便在这里讲 今年2月底 金云警方吩咐深圳 长沙 北京等地进行了统一收网 抓获犯罪协议人17名 目前的话呢 有一部分是逮捕 有一部分是区保候审 这个案子呢 我们还在进一步侦查中 118黄金眼记住报道 118 wait-ott perception 11昨天 muss不接啊 118点 Missencia一下 118点划 15293点 点击